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选择 六字大名咒 六字大名咒就是一切诸佛之悲心 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事业 你想那个噶玛吧 噶玛就是事业的意思 一切诸佛的事业 所以这个 你像不空成就佛 不空成就佛这边就切磨布 它就是一事业布 事业布的 他们那个名字 藏文的名字叫噶玛 所以他追事业 事业从哪里来 事业都是从悲心里来的 诸佛可以入定了 谁入定也没有佛会入定 对不对 但是佛你看 还要在那个既在定中 同时又在动和静双运 既在不生不灭当中 又能到我们生灭的世界来度众生 这就是佛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我们修行 我们你看 比如说有一位居士 他在问 说恳请法师开示 如下的修法方式可行佛 如有不妥该如何 感恩法师 然后这个倒是蛮短的 后面翻了一大页 然后这个很详细 很详细 他这个呢 也是按照这个 移轨嘛 这个这样子观嘛 观是可以的 这个观的话 比如说 但是你既然要学这个的话 同时我前面讲的 显宗的教法 特别是空性的部分 你要了解的 有了空性的部分 然后你就还 你同时又能够散 拜四规一 拜上师 有灌顶 然后最好再有上师 给你开显 这个窍诀 因为没有窍诀的话 你光看就是 就属于这种一般性的 你就是观也比较有为的 好像就像世间上的人 练瑜伽啊 练气功啊 差不多 就要加上佛法的这个空性 就就会比较 比较比较好 再加上窍诀 没有窍诀 没有空性 然后念这个移轨 是有很大加持力的 加持力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你还要有信心 比如说 这如果是这个海盗法师 传给我们的 那你要观想 这个海盗法师传给我们 念这移轨的时候 你就要同 随着这个移轨 你要跟海盗法师要相应 跟师父要相应 这个很重要 因为法讲传承 你不懂 你安住在传承里 你也会得到很大的加持力 如果你忘掉传承光这个 那你跟练气功差不多 练气功啊 那个瑜伽 练瑜伽 那差不多 那就属于外道的法 所以你如果一心祈祷 安住在这个信心的传承里面 那再修这个法 哪怕这个法 你不是很那个的 但是修一遍 得一遍加持 还是很大加持力的 这个 所以 因为我这个 这个后面看了一下 他这个 画了一个图 图画得很细 画得很细 从头顶 繁穴到 眉啊 鼻 口 喉 心 旗 丹 所谓的 海底 一直到 我们凡夫的这个 我们佛说 这个苦的本呢 前面我说 佛法很简单 佛法很简单 然后你静下来听 六子大民族 但是你这个坐下来 一听听听 你就睡着了 跟佛法就 就佛法又飞到 十万亿佛土之外去了 你睡着了 梦里面 哎 做梦在吃肉呢 对不对 你就完全又恢复到 这个繁复的状态了 然后你能够 安住的这个 很简单 但是你一直安住的 二十四小时 安住下去 然后啊 这语言 这个啊 得清安啊 这个 不散乱 也不昏尘 你保持着这个镇定 保持着这个镇定 不变 它就不容易 叫持之以恒 佛法不难 不难 但是需要持之以恒 对不对 持之以恒 转凡心为圣心 难难的这儿 持之以恒 不散乱 不昏尘 这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 那个 那个度一切苦恶 照见五蕴接空 度一切苦恶 度来度去 就这个我最难度 你会发现 你如果定下来 你会发现 什么都容易消失 啊 消失了 外面大街 失掉 没有了 啊 外面汽车声音 没有了 然后呢 六只大民族声音 但是最后一个最难化掉的就是自我 你这时候才知道 哦 我这个夜暴生了 这个夜暴生了 一切苦的源泉就是我 哦 哦 这个佛 所以他跟什么说 我 我所 是苦的根 也就是说 这个虚空法界是无碍的 但是有你卡在这里 你就有 你就有定位 你就有我 有我所 你就有东京 北尾 多少度 你就落在生死里 你种种就会变成你的境界 你入不了 你入不了 镇定 超越不了我们这个繁复的状态 他这个好像就这个 就好像我们无量节来造的夜 就像一个诅咒一样 把我们定在了人道里面 你超不掉 这个时候就发现 我是最大的障碍 哎 我是最大障碍 出不了定 虽然这个法很简单 正觉会现前 但是障碍你 尽正觉的就是你自己 是不是 哦 所以我们要灰生灭制 灰生灭制 灰是一把灰的灰 身体的身啊 灭把消灭的灭 灰生灭制 所以他说 啊 这个过去主司叫我们这个修行 甚至慈悲了 叫我们持咒 持咒来替换 替换 把我之变成咒语 持咒 否则那不持咒 不落昏尘 就落散乱 然后定的就我的潜意识力 这个咒你念个十万遍 念一百万遍 我那很熟很熟 完全不要依赖 那个这个我之的分别在念了 就直接就那个念 那个念的时候 这个身心变成了咒 这样这个咒带领着我们超越境界 从有念到无念 所以所有一切的方便法 就为了破这个我 不修行你不知道 不修行你 我就是我 我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在干嘛的 我姓什么叫什么 修行你才知道 就这个我是最大的障碍 然后这个我 你的熟练的调育这个我 所以佛陀又叫调育丈夫 调育丈夫 我们也是借助佛法来自我调育 你看虽然是人 我们也能体验三恶道的苦 虽然是人 我们也能体验那个天堂的不自在 然后这个就超越了种种的境界 所以你这个人你要超越六道 你自己你的智慧 你要超越六道的境界 超越六道的境界 你不被这个六道哪一道卡住 你不被那卡住 现前我们是人道 这个最难突破的就是这个人 当这个突破了之后 甚至我们佛陀你看 九次地定 那个定 一层一层的定 就像调电视机频道一样 从一频道调到二频道 二频道调到三频道 三频道四频道 完全这个生命里的掌控 你能入到不同的境界 一层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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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静 这个时候 然后最后叫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一切生灭的境界 你都能够熟知 你能够不为他所困 你能超越 然后这些生灭灭以 然后就探索到那个大寂灭 大寂灭这种 今天礼拜二 涅槃佛的这个 保护 是本尊 寂灭是什么 寂灭就是 一切生灭都消失了 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大涅槃的境界 现前 大涅槃就是大清净 大平等 大清净大平等 这是不生不灭的 金刚体性 从受用上就叫极乐 极乐 所以这个我们佛弟子 就叫修行 我们用我们生命 要亲自尝到这个味道 亲自尝到这个味道 如果就是修行过程当中 要精进的去修 而且同时要祈祷 丧尸 射受 有的人是靠虔诚心 不是靠自己的 那个智慧多高 他虔诚心 他很虔诚 投入到 射受到 这个上师的这个里面 相应了之后 进步会很快很快的 会很快的 就是虔诚很重要 特别末法时代 要靠信心 像我们现在 尊规的法师 通过生命电视台 教化大家 同时他自己又参学了 很多的大善知识 特别现在又以 大宝法王为 为我们大家的精神导师 大宝法王啊 他很早以前 就被尊为 整个西藏的 瑜伽之王 瑜伽王 他生生世世当中 都被 不要说普通人 连皇帝都尊他为师父 上师 这次我们在丝绸之路去 我在一个 一个一个寺庙山顶上 那不是很大 还是格鲁派的寺庙 我到那个寺庙的 到那个镇当中 那天没有灯光 停电 然后我们自己打着 那个摄像灯看 看到一块石头 油光油光的 我就陪我的那个师父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石头 这个脚印是谁的 他说这个脚印是 忠克巴大师的 老师的 师父的 那我就问他 忠克巴大师的老师是谁 是 嘎玛巴 大宝法王 因为忠克巴大师 他在 五岁的时候 就 就遇到 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就给他灌顶 给他起法名 所以 大宝法王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 大宝法王 早就是 那个人 所以现在我们 见到的大宝法王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那是莲花生大师 早就给他授记好的 他所做的一切 他所结缘的一切众生 诸佛都看到 他就是整个 三宝总集的 在我们人间的画现 所以你要跟上师 有信心的时候 你这时候 你带读经 那个意义就会献出来 哪怕连梦经里面 都不一样 所以信心很重要 很重要 信心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都是 靠 要靠 这个信心来成就的 所以 末法时代 靠信心成就 这边有 藏传密教 戒律跟 很严谨 若进入密教 犯了三密戒 不可再进入讲堂 进入密教 不小心犯了三密戒 不可再进入讲堂 因身心不清静 怕染无了学员 即将堂 三问题 请问师父 一 若当事人天天忏悔 直到什么时候 能除掉 如何证明 三密戒 三密戒消灭 你这个讲的 不是说藏传密教的戒律 很严谨 藏传的佛教里面 也是包含了三寸教法 三寸教法 这个 很多人一想到藏传佛教 就会想到密教 藏传佛教和密教 不是一回事 藏传佛教有险教 藏传佛教也有小寸戒律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但是呢 他有一个不共的 就是说他有这个 就是密的部分 这个密的部分 也不是所有藏传佛教的师父都会的 这个是很少的人 就好像我们比个例子 某个大学 某个大学 他有 有 有博士后的学位一样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博士后学位的 有的人本科读了 他就毕业了 有的人读研究生 有的人才会读博士 有的人读博士后 所以这个密 作为密的部分来说 在藏地不是谁都会的 而且很少人才会学那一部分 而且呢 解脱不是说一定要密才解脱 小秤也可以解脱 大秤也能解脱 当然密也可以解脱 不是说我们就学学 就是一定要学学到什么 不是的 有的人很多喇嘛 一辈子八九十岁了 我都去问过 他们一辈子也没学过密 但是他们对上司很有信心 他们一辈子学的五步大论 都是显中的内容 密的门槛都没进过 而且这还是占很多数 很多人 这个不是一个少数 但是作为三密也 什么叫三密也界呢 三密也就是镇定 镇定是很容易失去的 对不对 小秤的就是好坏 有好坏 我只要坏的不做 我就小秤结律能守住 对不对 三密也界就连好坏的念头 都不尊其 那是不是就难说 对不对 我们比个例子做 因为分别心 你一起分别了 就没有镇定了 对不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 小秤戒律比较好 我只要不做坏事 不杀身 不偷盗 不信 不妄语 不饮酒 对不对 这个我就说戒律清净 但是三密也界不是这样 三密也界你起凡胜的剑 这就不清净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说婆 这是轮回的世界 你就不清净了 那它是什么呢 它看一切都是光明的 都是清净的 大清净 大平等 那之所以说 这个 这个一辈子能够去学三密 也是很少的 因为达到那个经验 是很少的 我们大多数的人 能坏事不做 就算不错了 对不对 很多人的好坏能分明 好坏不颠倒都不错了 社会上很多人 善恶颠倒 他把不好的当好的 好的也当不好的 是非不分 善恶颠倒 这是世间凡人的像 那有的人能学佛 哦知道善恶 知道这个好坏 那更进一步 哦我只做好的 不做不好的 既恶修善 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所以经过空性的那个 哦不分别的 甚至到 所以最高的就是 叫我们每天晚上 放小萌三的时候 就会念的 就是念的 《华严经》那么的四句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一切为心照 都是心的本质 所以它是从根本上 断掉的恶 从根本上断掉恶 根本上断掉那个阴影 那个阴影 但是这个 所以说 不管是正统的 就像佛讲法一样 佛讲任何一场法 都有 就是说 有发起重 有这个受用的 有得受用的 有随喜的 有庄严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秘法也是这样 秘法你比如说 上司灌顶 有时候 按照过去来说 那是这样的 莲花生大士 灌顶当时 传法当中 肯定没有一个不合格的 有一个不合格 他也不会讲 每一个人都合格的 所以那个时候 有的三个 两个 甚至有的就一个 莲花生大士给他 传入法观点 有时候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十几个 有的是有的就二十五个 一般性都是一 二十五个 就算很多了 二十五个人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我们比如说 台湾 你要找一个显宗 全部都空性 都已经是了达的 我们要找二十五个 这样的人 还不容易找 对不对 全部了达空性了 这时候才进入到双运的状态 这个就是三分野的状态 然后这时候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作为上师来说 射授 像现在 射授大家 这个 同坛灌顶啊 有可能很多 有一些 有一些很高了 很有智慧了 有一些或许还很低级 还连入门级都没有达到呢 但是上师也给你传了 按照从 从那个表面上来说 那大家一起传 一起传灌顶 那一起传三分野界 那有可能 大家都得三分野界 但这个体本身是不一样的 从名字上是得 实际上不一定 就是说 有的人连理解 还不能理解呢 什么叫三分野界 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三分野界 我们退其次 我们讲菩提心界 菩提心界 我至少要讲很久很久 这菩提心界 我要不讲 不讲很久 你听不懂 什么叫菩提心 对不对 我们再退一其次 小乘的界律 是以初离心为 是为体的 那初离心 我要不要讲半天 再讲 讲好久 大家才能生起初离心 如果初离心没生起 你小乘界律 从哪得到 如果菩提心没生起 你大乘界律从哪得到 如果清净政界没生起 你三分野界 从哪得到 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来说 佛教上 从一个名相上来说 跟实际的那个 还实际是有一点距离 其实老师说 我都很想到那 都很想讲 仔细地讲三规一 因为佛陀 佛法 说 这个告诉我们 你一个法师 没有把三规一讲清楚 众生没有听清楚 都不得三规一提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方便 弟子们来了 我给你简单的念一下 但是我尽量还是有机会 跟大家讲三规一提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归一三保 什么是三保 三保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讲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我再歌一个三规的仪轨 然后你得三规一提了 如果没讲明白 你得三规一提都得不到的 防止戒一提也是这样 小乘戒一提 以出离心为根本 出离心是以艳离心为根本 为什么要艳离 因为世界是苦的 是不究竟的 这要讲老半天的 否则很多人认为 这世界不是很好啊 对不对 这世界不是很好啊 我们做人不是很好啊 你跟他说 做人苦 做女人更苦 他说做女人不是很好啊 男人赚钱我关花 他觉得 他说我下次还要做女人 他没认为做不苦啊 所以他不认为苦 他不认为这个轮回是苦的 轮回这个这个这个是那个的 他不会生起艳离心 艳离心没有生起 出离心就不会有 出离心如果没有 小乘体就没有 小乘的这个戒体没有的 大乘的戒是以菩提心为体的 所以菩提心如果没生起 你大乘戒体也没有 这严格来说是这样 你没有清净政界 没有空性的政界 没有那是不可能有三灭的 三灭戒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所以以前那个 那个阿底霞尊者 他曾经关于这三种戒 他就讲到 他说小乘戒 我是刹那也不会犯的 就好像说小乘戒就这样 我那种恶我是不会去 但是菩提心戒我就很难保证 因为什么 菩提心以什么意为戒 不舍众生为戒 小乘戒是我不作恶 大乘戒是我不舍众生 三灭也戒 三灭也戒 从半天饭到晚上 当分辨心一起 你就违背三灭也戒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前面下面就问了 怎么来忏悔掉呢 就读百字明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 你一天念二十一遍百字明 一天说三寸戒律 缺失的都可以补起来 补清净 念百字明可以 如果得到除灭 可以进入我们海盗师傅 任何道场吗 可以的 没除灭也可以的 弘扬佛陀的大智慧 发行护持各项器材 电视网路及卫星 无远佛界不间断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 应该叫什么 生命电视地球卫星 弘法立身大道场 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 弘扬到全世界 所以透过卫星 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 更重要的 我们不是盖大电 我们要摄影机 很好的软体 电脑各种 细心先进的人员 来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 摄影机器材 电脑配备 卫星设备 那么用现金的设备 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 感恩各位的护持 各位要多关心 阿弥陀佛 你要除灭了 就可以把你供起来了 这都可以的 佛菩萨 佛菩萨有没有会嫌弃 你这个人脏啊 你这个人有业障啊 不会的啊 可以转到这个 显密双修教方便法门 是否可以 这个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惭愧心嘛 念个佛都要惭愧心啊 所以从修行的角度上 是真的是不容易的 你不要说 因为我们讲到 从戒律方面 那个戒是生定的嘛 你不要说 善美也戒了 大乘菩提心戒了 那个有时候太空洞 你不太好理解 你讲小乘戒好了 你小乘戒持得好的 你就会得小乘定 但是你自己 你自己回光返照一下 你得过小乘定吗 你四餐八定 现前了吗 那你定都没有 你的戒从哪来呢 戒是会生定的嘛 如果你小乘戒会持得好 那小乘定就会现前 小乘定现前 就会破我值啊 我值会破嘛 我我所就会破 对不对 甚至现前 小乘的这种 瑞相出来 小乘果位的瑞相 入圣流啊 阿斯陀汉 阿那汉 阿罗汉 你就会现前 这种相应的瑞相 所以佛陀就说 就是我法要次第而说 要次第而说 那没有修过小乘法 没有得过小乘的瑞相 就说大乘法 不如法的 按照严格来是这么说 但我们现在 很多都变成佛学嘛 把它作为一种教理啊 把它作为一种文字的东西 我们在研究 其实从实践上来说的 这个是不如法的 所以严格来说 你看未收这个戒的人 为什么不给你看戒本 戒你都不能看 戒本都不能看 更不是你的境界 什么其那种境界呢 会 会就是更是连文字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定还有境界 那会连没有境界 没有没有的 不可思议的会是 不可比喻不可说的 所以这个 我们如果从 从严格的来实践佛法的话 我们确确实实还要对这个轮回 要升起艳力来开始 要对我们这个人生的种种的漏 这种漏要升起一种 但现在我们人呢 我们人已经疲惫到 很疲惫 身心疲惫啊 已经失去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很多人在疲于奔命 没有闲暇来研究这些 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就前面我讲了 虽然从从 世间法的角度 人类文明 法人到现在不容易 但是从另一个 我们求解脱 探明心地 生命的解脱上来说 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障碍 我们现在这么繁忙 大家脚步这么快 我们闲暇都没有